爆笑、欢乐、惊喜 本周五晚七点 金英卡通卫视大型明星亲子 抑制闯关综艺疯狂的麦基巴迎来收官之战 在前十一期的节目中 我们见证了张韶涵、李飞尔、郭彩杰、明道、奥斯卡、利路修等一众明星 在石头城展现出的冒险精神和闯关宝贝 战胜自己的勇敢精神 大家在一同历险的欢声笑语中不断成长 本期、德云社的门面担当秦潇贤 可爱少女秦牛正威 主持名嘴王桥携手小巷 小树苗两位立贤宝贝一同闯关 挑战难度颇高的深渊密室、石中密室、炸弹密室、新石板密室 他们能否成功应战 德云社秦潇贤和秦牛正威一来到石头城 就遇上了高难度的深渊密室 本以为这一关看似十分轻松简单 但逐步掉落的木板让气氛逐渐紧张了起来 得知密室难度不小 秦牛正威与秦潇贤紧急商量战术 秦牛正威打头阵 挑战第一关 秦潇贤压轴 可是看到不断掉落的木板 战术十足信心满满的两人 还是慌了 更是直呼我想回家 第一关挑战开始 面对成羽提三连 秦牛正威还是拉满了脑力值 表现得非常稳 一波三折 炉火纯青 枯木逢春 面对三道看图塞成羽提 他疯狂搜索脑中的知识库 成功完成挑战 可是到了第二十门 面对图片提下图中的考拉在做什么 考拉奇特的姿势 让秦牛正威瞬间摸不着头脑 直接被难倒 不幸掉落万丈深渊 此时全队谨慎秦潇贤一人 身负重任 他需要独自完成第三道石门的难题挑战 并且在限定时间内 在传送带上答对一道猜字题 秦潇贤难道大呼 我看我的师兄们都玩得挺开心呀 石头城马上回放了周九良和颜鹤祥的闯关过程 感觉也并不轻松啊 虽然传送带的速度很快 但秦潇贤的运动力也不容小觑 加油式的主持人小喵 燕子都惊叹天娜 他的两条小腿也倒腾得太快了 看着不断摩擦的膝盖 还是有些心疼的 为了团队的胜利 秦潇贤真的很拼了 他能否扛起全队的重担闯关成功呢 秦潇贤 小喵和小树苗三人来到了炸弹密室 小朋友的头发被眼罩弄乱 卵星大哥哥秦潇贤还帮小树苗捋头发 口中还哼着歌 真是又憨又可爱 面对第一关试剂组合题 秦潇贤 主持人小喵二人默契配合 小喵化身脑力神助攻 秦潇贤妥妥的体能输出机 两人齐心协力来到了第二关 他们迎来的是一道电路板上的数学题 在众人的努力之下又成功攻下一题 来到第三关 需要将正确颜色的选项球运送到判定区 秦潇贤秒变大男孩 硬是把轨道气完成了游戏机 他趴在机器上的样子 像截了小时候痴迷游戏机的小男孩 满满的少年感 可是 这一关他们能否像之前一样顺利呢 而为了守护孩子的宝藏 秦潇贤和主持人燕子姐姐一路拼到底 终于来到了新石板密室 面对近乎90度的石板 燕子姐姐和秦潇贤腿都开始发抖了 但这一关 秦潇贤竟显长腿优势 一个剑步就飞跃到了第二十阶 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把小树苗运送到第二十阶 这时秦潇贤展现出超强的臂力 单手把小宝贝拉到了第二十阶 小燕子姐姐也经过不让须眉 化身爬强虎 踩着时装缝隙成功来到第二十阶 面对在古代 昏指的是什么 大家一致选择了A辛辣臭味的蔬菜 秦潇贤率先出马 纵身一跃飞到了第三十阶 大男孩气势再次上线 求鼓励的软萌样子真是太招人喜欢了 那么他们究竟能否成功答题 闯关成功呢 本周五晚七点 锁定精英卡通卫视作业 帮直播客疯狂的卖鸡巴 德亚 在岳